还有一个就我当时读您的书的时候 我感到一个印象特别深刻 也是我认了一下 就您讲到德是从道那里 您说道家老子的这个德 是通德道的德 道的 这是庄子说过的 庄子说过的 我学道的 对 但您直接在里面讲 那庄子讲过 但是很少有人把它直接给 那么强调 那这个德你从道那边 得道的东西 得道的什么 您又把它直接强调为人的认知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您世间万物 人如果和世间万物区别开 就所谓万物之掌 它之掌就只在于它的认知 所以我觉得这一下 就把很多道理就讲通了 就讲通了 有了认知就会有欲望 有了欲望 你当然就会有各种动作了 你就会有各种期待 而且认知 还有正确的认知 圆满的认知 和残缺的认知 和不正确的认知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您把这一点标具出来以后 就其实解开了一个很大的调调 就既然老子面对的是存在的虚无主义 既然人生自古随无死 那么你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那你可以去修行一个正确的认知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我觉得那就把很多问题 把大家误解就给解开了 因为现在面临很多误解 说现在是一个动乱的事 很大 伤害也没标准 我们那那就现在就卷 现在就卷 我给卷起来 或者叫躺平 那肯定正无死老子 对 你说的没错 所以老子里面第三章 说圣人要让老百姓无知无欲 这一来麻烦了 你要让老百姓无知无欲 当然 关键在于前面的无知 因为有知就有欲 一定的 你知道什么东西比较好 你就喜欢 这是人的这个天性 所以你刚刚说的非常好 就是老子的德 庄子后面的解释 德是万物得之于道者 比如说你看到一棵树 树有树的性 这是万物从道而来 这等于道给树这样的性 给马这样的性 给牛这样的性 各自按他的性去发展 只有人类不一样 人类从道所获得的这种本性 是什么 就是你说的认知能力 所以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 灵在什么地方 灵在你的脑袋 人的脑袋跟万物不一样 我们人类啊 西方学者也研究 比如说到了法国 德日静 他就强调 人类跟万物不一样 是因为只有人类 跨过反省的门槛 什么意思 一般的生物都可以认知 那它是直接去意识 人类才有反省的意识 就是说反省到我是我 我跟别人不一样 其他生物它没有这个能力 其他生物按照本能早吃的早喝的 有危险就避开 这种直接意识 人类有反省意识 比如说人类为什么要餐桌礼仪 我吃饭的时候 我知道我在吃饭 我也知道应该怎么吃饭 所以我就要餐桌礼仪这些 所以人类可以反省到自己 在一个环境里面应该怎么做 但是这种认知能力啊 在老子来说是每个人身下都有 他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修炼的话 认知能力都表现为区分 这个比较好看 那个难看 这个贵 那个贱 这个好吃 那个不好吃 然后呢 你都由认知作为区分 产生欲望 天下人都要一样的东西 就出现了竞争斗争战争 天下大乱 这是第一步 如果没有受到正确的教育的话 所以老百姓最好是无知无欲 为什么 你无知至少不会有欲望嘛 那你就好好过日子 你如果有知而那个知作为区分的话 反而带来困难 老子的认知能力啊 它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作为区分 第二个 发现区分有各种困难跟灾难 就要开始让它变成避难 所以老子书里面有几张啊 不太好懂 比如说知其雄守其词 看到没有 我为什么知道在台上耀武扬威的好处 我要守住在台下 来收敛自己呢 为什么 因为我要避开灾难 谁先上台 谁倒霉 枪打出头鸟 这些都是这样的一种认知 作为避难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如果了解说 有些人懂得历史故事 看到社会各种生活的经验 就知道说 它这样子冒出来很危险 那我就避开 这是避开灾难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活得比较安全 但是这样不够 还要到再高一层 叫做认知作为启明 启明什么意思 就从道来看一切 所以庄子秋水 他就特别提到一句话 以道观之 物贵贱 人活在世界上这个脑袋 一天到晚再区分 这个贵 那个贱 这个好 那个不好 老子说什么 老子所说的这个启明 明这个字 在老子里面就是一种觉悟的状态 庄子就说了 从道来看 光无没有贵贱之分 为什么 都来自于道 你分什么 就好像人的生命 就具体来说 如果一个人过世了 到最后他的生命就回归大自然 成归成土归土 这样的话在庄子里面 也出现过类似的话 所以你如果学习老子的话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一方面呢 在老子之后 有两位重要的哲学家 对老子研究发挥 以及解释 一位是偏重述的方面 是法家的韩非子 韩非子很有趣 史玛迁写史记 就特别有个列传 叫做老子韩非列传 你说 你怎么把韩非跟老子放在一起呢 因为史玛迁是史学家 只看证据 韩非子写的两篇文章 一边叫做解老 一边叫做育老 解老就是我解释老子 什么叫做 这个道个道非常道 他解释一下 育老比育的育 就是我讲历史故事 曾经发生这个事 一个人他一不小心 就是出了事了 他就用历史故事 解释老子的某一句话 叫做育老 就因为这两篇文章 史玛迁就把韩非子跟老子放在一起了 但是他其实中间夹了两个人 叫做老庄生韩列传 中间夹的庄子跟圣伯瀚 圣伯瀚比较不重要 这庄子很重要 但是史玛迁懂庄子吗 这将来有机会再说 反正他把庄子放在里面 只用235个字 就把庄子打发了 老子庄子全部加起来乘以二 还没有韩非子那么多 所以这就知道说 司玛迁有点偏见了 但不管怎么样 一个是韩非子 一个是庄子 对老子的研究跟发挥 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先了解的 你透过这两个人 古代的重要的学者 去了解老子的话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偏差 再进一步 那你说我们今天不是有不同版本吗 博书本 逐渐本 怎么看呢 你再怎么样 博书本 逐渐本 你也过不了 韩非子跟庄子这两关 你不能说我今天发现了博书本 所以庄子我也不看了 庄子在这边也是战国中叶的 他的年代是368到288那个年代的 韩非子稍微晚一点 他后面介绍秦始皇了 所以在怎么样从地下挖出来的材料都残缺不全 所以你比较晚的是王碧本 你好好去念道 为什么 因为王碧本已经是中国人念了一千多年了嘛 然后大家都到这个去念 你说一定要把它改一改 因为我也看过一些版本改的 我实在是不能接受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狱中有四大 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 他就一定要讲道 大天 大地 大人 把大放在那个上面 这很奇怪的那种写法 对不对 既然讲四大 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 不是四个 有人说是王亦大 这可以讨论 好 再进一步 你说第42章很重要的 讲到万物来源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有人就把标点符号去换一下了 道生一一 生二二 生三三 生万物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刚刚前面那个还没完呢 因为他后面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他怎么表点 人法地地 法天天 法道 道 法自然 有时候你觉得头头昏了 念书不需要那么样的折磨自己 你先把王碧本了解 参考上面的韩非纸 再推到庄子 那你今天挖出来博书本 这个博书本只作为参考 可以修改什么地方 有个重要地方 首先你可以修改 导致第一章 讲完道和道 讲完明和明 后面怎么说 无明 很多人都念天地之识 博书本就是万物之识 注意哦 无明 万物之识 有明 万物之母 根本不谈天地 我先说一下王碧的天才 王碧的版本是我们背的 无明 天地之识 有明 万物之母 但王碧的诸解也不谈天地 我就说这个人这是天才 他那时候看到的是无明 天地之识 但他诸解的时候 他说他就不提天地 就只提万物 我说怎么会有这种天才 王碧是没有看过博书本呢 因为那时候来不及看了 结果他居然在诸解的时候 他知道说 你把无明 天地之识 有明 万物之母 这两句话合起来看 这里面有矛盾 说实在 说一句有趣的话 我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修过一门老子的课 当时我就跟老师提了问题 我说 如果无明是天地之识 有明是万物之母的话 请问天地不是两个字 有明字吗 那有明是万物之母 那天地是万物之母吗 在老子书里面 绝不能讲天地是万物之母 为什么 天地万物是个字 是一个完整的术语 代表整个自然界 老子讲万物之母 讲天地万物之母 一定是道 没有第二个考虑 就是道生万物 绝不能讲天地生万物 因此有些人跟我说 你看王碧本太晚了吧 你应该看一下 前面有一个和尚公 和尚公 和尚公的诸解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和尚公就诸解说 天地生万物 为什么 你如果从我刚刚所念的王碧本 不明天地之识有明 万物之母 很容易就把天地万物 说天地生万物 又天地是有明 这就错了 今天博书本 甲本 仪本出来 都说 无明 万物之死 有明 万物之母 所以你要记得 在老子第一章 没有出现天地两个字 老子书里面 再举个例子 我们先讲大自然 老子书里面 自然这两个字出现五次 绝不是自然界的意思 他说自然界 就用四个字 天地万物 他的自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己如此的样子 自己的样子 所以这一项 什么叫道法自然 绝不是法自然界 法自然界变成循环的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那自然又包括天地 不是又道过来的吗 哪里有这样的思考 所以那个自然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道法自然 任何东西 你只要保持自己的样子 里面就有道 为什么 光从道而来 道给你各种不同的 各自的本性 就是德 你只要保持自己的德 自己的样子 里面就有道 这就是道法自然 好 这就是道法 感谢观看